好 接下来看到26号下午的花莲县三级防疫记者会上 县长徐政卫为两个月努力做好防疫工作的县政府团队报屈 而累撒会场他也说了 花莲县在大家努力防疫的当下 却发生检调要求县府提供造册名单 那么徐政卫表示这样的动作 对于努力做好各项防疫的公务人员是相当大的打击 26号下午花莲县最后一次的三级防疫线上记者会 徐政卫为两个月努力做好防疫工作的县府团队报屈而累撒会场 他表示花莲县从5月3级防疫开始 县民相信大家努力做好防疫工作 而在疫苗可以施打后 花莲县施打率高过于全国平均值 却无法获得中央认可 甚至检调要求县政府提供造册名单 徐政卫表示这样的举动对于努力做好各项防疫的公务人员来说是相当大的打击 我们的覆盖率很少打标 我们的做法跟中央说法一致 做法一致脚步一致 但是法务部调查局就行文给花莲县政府 提供造册名单 花莲县政府说的造册 对应到中央部会 中央部会再到到CDC 等待CDC的核准 我真的不晓得 在现在我们在打仗的同时 我们却要让公务员来面对检调单位的调查 我真的不晓得 我们在跟中央政府一起打仗的时候 我们是被用放大镜来检视 曲正伟强调疫苗不足是事实的起因 而包括了他自己都支持国产疫苗的产业 但是更希望国产疫苗可以得到国际认证 才能让民众更安心施大 如果今天不是疫苗 政策失当 如果国家早早准备好充足了疫苗 今天所有事情都不会发生 到现在 我们支持国产疫苗 我们支持国家扶植国产的产业 但是我们更希望 国产疫苗能够得到国际的认证 今年来不及 明年得到认证 台湾人民还是可以打国产疫苗 还是可以打国际认证的国产疫苗 从5月21号开始 每天三点的线上防疫记者会中 从县长许正卫 秘书长张一华 以及县卫生局长朱家祥 不断苦口婆心的呼吁 乡亲做好防疫 并解说花莲的各项防疫政策 虽然27号开始降为二级 但县民乡亲仍要做好基本的防护 口罩戴好戴满 更重要的是赶紧预约疫苗施打 大家一起守护花莲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导